这枚正在飞出地球叫做长征二丁摇七夕一的火箭 装着我们的卫星 这是真的 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我们做过最离谱的一个项目 耗时两年半的时间 但这事情得从2020年初讲起 在那个时候我们在Insta360公司 还有中科院空天院的帮助之下 用个巨大的氦气球带着一台相机 飞到了四万米的高空 拍下了像这样的画面 然后用降解纸释放了几千位粉丝的梦想 气球爆掉 降落伞打开 最终回收了素材 我本来以为这是我这辈子能离太空最近的事 梦想也实现了 也就没了念想 但在这个项目结束几个月之后 Insta360公司的老板JK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这个是我见过最抽象的大公司老板 他说 Tim 我有个小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如果我跟你说 我能够造一个卫星 能够把它送到轨道上 影视飓风要不要一起整 我们一起用有一颗卫星 然后你再想个办法 带上你的观众 还有我们的用户 这我没有任何理由来说不对吧 这太离谱了 拥有一个卫星 然后这个超长线的项目 就拉开了虚目 首先 虽然我真的很爱太空 但是如果突然问你说 在中国获得一颗卫星 并且把它送到轨道的流程是什么 你能告诉我吗 那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在我当时浅薄的认知里 应该是找到一个卫星机构 跟他说 哥 求你了 给我个卫星吧 让他本 给你个卫星 然后找到一个火箭机构 说 哥 给我个火箭吧 然后本 他给你刷个火箭 然后你就把这个卫星给放到这个火箭里面 然后把它点上 祝大哥一路生风 然后你就看这个火箭起飞 然后去这个太空 然后这事儿应该就成了 但仔细想这个逻辑肯定有问题 你想这个流程里面怎么没有国家 对吧 这么大这么刺激的事情 难道我们中国不管吗 哈喽 Tim 如果说 你在国内私自发射火箭的话 行啊 你到时候可能会被 这个处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是无期徒刑 那 如果说我在国内发射失败 如果说你在国内发射失败 就会爆炸 就是一个地对地的导弹 是哦 所以在一番调研之后 要合法合规在中国拥有一颗你的卫星 流程大概是这样 那说真的也不是很复杂 中国商业卫星产业 远比你我想的要成熟 说句实在或者不好听的 其实你只要带一件东西进去 走进他们公司 就能洗涕卫星了 预算 而这 就是我们两家公司 东拼西凑花光预算之后 定制的超级无敌 纠级强壮卫星 啊对 就是它 和你家微波炉 其实差不多大小 真的很难啊 虽说卫星已经比过去便宜很多了 但是一颗大典的卫星 动辄上亿 Insta360公司已经非常给力了 出了大头 但在卫星行业 百万辆级的预算 我们两家公司加一起 真的连入门级的萌新都算不上 所以最终能买的 就是它了 就是这颗太空之眼 这是我们当初第一次看到 这颗卫星完全体实后的素材 它是由长沙天研究院帮助研发和制造 它们真的很专业 那我们一起把它切 来吧 来 我们放这里 就这颗卫星 对 希望能成功地去太空 你看见有我们logo吗 你看见了吗 有我们的logo 扭不扭 扭不扭 拍回拍面 那虽说这颗卫星很小 但它能做的事也很少 对不起 我们的卫星 每天只有150M的下行带宽 这就意味着一天 你只能拍摄15秒钟左右的4K视频 如果你的曝光或者构图错了 你得再花一两天的时间 调好参数 才能得到下一组素材 所以最终我们放弃了 加各种大型相机的想法 采用最稳妥的一个方案 就是全景相机 虽然太空调整相机麻烦 所以不如全拍下来 然后后期再来慢慢构图 那这颗卫星的轨道高度 在研究之后 被设定在了500公里左右 那可能你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假如这个是地球 民航飞机的高度是10公里 大概在这儿 我们之前放的气球是40公里 在这儿 人类对于进入太空的定义 是100公里 这叫做卡门线 而中国空间站 在这里 离地面400公里左右 我们的卫星 在这儿 那这并不是代表 它飞得越高就越厉害 那中国中高轨道的卫星 多了去了 同样比例之下 它们都跑这儿来 我们的卫星选这个轨道 纯粹是因为它比较适合 用来拍地球 又能够拍全 500公里解析力又不会太低 能够看清楚 我们希望一台相机 能够拍到无遮挡的地球 而另一台 能给卫星 还有地球 来拍一个大的合影 那我不想太多赘述准备的过程 但对我们两家公司来说 压力和强度真的很大 在太空坏了 那这一切 就全部打水漂 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在2022年初 所有的测试到了尾身 在最后见了这颗太空之眼一面之后 它就进入了封装流程 送往北京 等待发射 在那时候 每天晚上睡前 都会击倒一次 然后这颗卫星就没了声响 就一开始还有些消息说快了快了 然后之后就是一片死机 然后一两个月之后 再突然有些消息说快了快了 然后再是延期的消息 再是一片死机 这等待真的太久 久到我们两方参与项目的同事 都有几位离开去创业 或者去更大的舞台了 但是卫星还是没有发生 我都开始怀疑这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等到连这个念想都快等没了的时候 在二三年年初 突然来了一通电话 他说你只有一天的时间 这不是一个对外的发射活动 如果你想看卫星几城 你需要立刻现在 去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于是我和JK两个人 就在太原相会 在开过了七弯八拐的山路 经过了一个个戒备森严的检查站之后 我们到达了太原卫星发射指控中心 因为不是对外发射 所以在火箭进入发射倒计时之前 我们只能待在车里面 不能出去找机位 不能走动 我还记得那一天 我们捧着相机 像百米运动的选手一样 进入发射状态之后 我和JK立刻如同脱缰的野狗一样 冲到雪地里面 开始进入 一分钟 一分钟了 火箭发射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 已经不心情了 相比发射中国空间站的大国重器 长征五号B火箭 这枚火箭显得太小 只有它四分之一的起飞质量 在中国航天史上 它注定不会留下太多的痕迹 但是当你知道 这次你不只是旁观主 这枚火箭的整流罩里 有颗卫星和你和这个频道有关的时候 这感觉就不一样 一路顺风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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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原本是 他要给你发射 发射都延了一点 发射很成功 我们的这颗小卫星 被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 虽说卫星展开之后 还是遇到了不少的问题 我们两家公司 花上了无数个日夜来调试 但最终 这个在卫星行业里不起眼的小不点 还是给你我 进来了他的明信片 也许你会问 之前不是说要用相机 给卫星和地球拍张合影 开头不是说要带上观众 还有用户 为什么都没有 有一台相机是坏了 对不起 我们埋了一个伏笔 在2021年的时候 我们曾发过这样一条动态 争执了大家的梦想 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声音 我想亲自去太空中看一眼 在深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吧 我要成为大二五 考上名校 我们要自由地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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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不想止步于此 我们希望这些太空的影像 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产生好奇 为他们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于是在今年年中 我们团队和哔哩哔哩工艺 一起走进了在湘西山区 恒立山学校的大门 我们向孩子们分享的 这些太空的奥运 他们很喜欢 当然我们也知道 只看着星空 不脚踏实地是不行的 这所学校的许多孩子 是留守儿童 爸妈在外务工 爷爷奶奶能力有限 一顿午饭的钱 对许多孩子来说 都是难处 所以我们替各位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用这些年的视频 分成收益 通过免费午餐基金 定向向恒立山学校 占赞了22万元 为这所学校的所有孩子们 开始供应免费午餐 但毕竟这只是一所学校 我们能力很有限 我们想了很久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们大家的力量聚集起来 但又不只是索取 也能对你的善意有所回报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创意 既然我们拍摄的画面 是360度全景 那理论上每个人 都可以在这个球形世界中构图 拍一张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太空照片 所以我们和Insta310 做出了这样一个 叫做太空之眼的小程序 你可以在里面自由地构图 按下拍摄 写下你的愿望 这样一张只属于你的卫星照片 就诞生了 而若是你乐意分享这张照片 影视巨峰和Insta360 将伴着你的分享 捐出一份免费午餐 你的参与 将会帮助中国大地上的一位孩子 度出吃得饱饱 开心的小孩 卫星每天拍到的画面 也会持续更新 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 能够加入这次活动 无论是追加免费午餐的数量 还是直接向Bilibili公益捐赠 这都很好 你的善意和爱心真的很重要 当然反过来说 当你看人类所有的历史 悲欢离合 英雄 小人 爱恨情仇 都只在这么一颗小小的蓝色星球之上 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似乎我们做什么事 其实它都没有意义 最终我们都会化为尘土 那为什么要做所谓的好事 还有难的事呢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 我很想看到你的答案 博语自己和解的方法 是用了网上的一段话 如果这个宇宙的结局 是注定 是消亡 是归于死寂 那或许这更说明 只有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唯一的事 至少今天 能和你一起见证 这个在历史上留不下痕迹的 小卫星的故事 我感到很满足 如果这些画面 让你对明天多了一些期待 会有这么一点点燃的感觉 那就够了 以前不敢说出来 但这次之后 我觉得我会大的一点 我会说 我的此生的梦想 是去火星看看 梦想可以大 第一步总是小 我们 下次再见 宝看 Till the end Till the end of time